接着镜头来到乡镇市代会 昨季乡长田归花为乡史上第一位女性首长 那么今天的乡代会定期大会市政报告当中 田归花表现得沉着稳健 她也恭贺乡代表们从激烈选举中脱颖而出为民服务的同时 特别针对乡镇业务的推动 田归花则强调在稳定基础上求进步 昨季乡代会第21届第一次定期大会 今天上午正式开议 代表会主席李归英主持 乡长田归花率领一级主管出席进行施政报告 以及各客室主管业务报告的议程 约乡长田归花是卓西乡地方自治史上第一位女性首长 首度登上议事殿堂上的备巡台进行施政报告的表现 也备受大众关注 田归花沉着稳健 详细阐述未来的施政重点 要逐步实践幸福卓西永续发展的愿景目标 贵花接任后重要的任务 除了要接续完成各大型的建设计划 更要整合全乡资源做前盘的经营 让软硬体的建设可以同步发展 逐步实现幸福卓西永续发展的愿景和目标 各位代表你是先生的鞭策 与支持是本所与未来施政最大的动力 乡长田归花也重申强调在前任乡长吕毕贤 打下稳固基础下整合乡内软硬体资源设施来建设 乡长会主席李归英以及乡代表们肯定之余 主席李归英也其免代表同仁都能理性问证 监督乡镇为名喉舌 那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这一届的代表呢 有半数以上都是新任的代表 所以呢在我们这几天呢 大家都对我们卓西乡的所有的课题 都非常的专心正在准备 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代表们呢 就彼此的我们的初衷 就我们所有乡公所的有关于各课市的 以及乡民的请播 这是我们代表会应尽的义务 也是我们的权利针对试询方面 结束了今天的议程后 接续展开乡镇总咨询 以及年度预算审核议程 开议期间东亚有线电视公司 也将会全程实况录音转播 敬请大众锁定本台第二十台评斗 共同关心详证事物 记得是玉兰卓西采访报导